今天下午2點半在台二縣70K曹晉公園路段發生吐司貪方的現象 公路局在下午2點48分接獲通報 大家可以看到現場的狀況 我們已經用無人機做了3D的建模 現場崩塌的狀況 它的吐司是從高度大概40公尺的高點落下來 整個崩塌的面積達到4400平方公尺 土方的整個估計大概有達到12000土石方 可以回到商業 這邊的大小的石頭 大概就是說比較巨型的石頭接近50棵 最重的石頭大概會達到100噸 因為整個搶修的過程中 需要先將這些巨石做這個裂解 之後我們才可以用卡車來清除 因為整個崩塌的面積達到12000方 那我們初估需要七個工作天 最快可以在6月11號上午 來做這個搶通